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就是说你一辈子可以发点小财 但是五月格局崎岖不平 注定一辈子多灾多难 注定是流离失所 漂泊无依 这可是短命之相啊 说白来就是纵然是你有了财富 那也未必有命花呢 没准你个砍过不去 你就把自己的命交代了 这就是你一辈子的大致命图了 再看你的极恶共吧 那里隐隐发黑 晦气冲天 说明这段时间八成被鬼物折磨 已经成阴债缠身之相了 这也应了你相貌公一生的整体格局 说到这里 那孩子老气横丘地指着我说 小子 你已经遇到了你这一辈子里 一个大坎了 如无意外活不到这个月底 我说你是死人 难道有错吗 我已经面色一片惨白了 这小孩说 我如无意外的话活不过本月月底 让我轻不自禁地就想到那封诡异的婚书 婚书上写的婚期就是这个月的月底 难不成婚书上写的时间 就是我这辈子的大线吗 李叔这时候的面色也不是很好看 但最起码没有试了方寸 忽然问道 你是周姓辈的孙子 莫非你也懂得这相博之数 还行吧 那小孩撇撇嘴 一手摸着这花圈铺子前养的大公鸡 一边鼻孔朝天地说 这小子也不知道了什么孽 浑身上下没运冲天 阴债缠身 不光是个短命鬼 恐怕死了之后 也入不了轮回 八成得魂飞魄散 你们让我爷爷给他看相 那不是成些害我爷爷吗 说完 那小孩还一脸愚重心肠地 劝气李叔了 我劝你 还是赶紧离他远点吧 现在是谁挨着他 谁倒霉 我有些火大了 可不等我发作呢 李叔一把拉住 从兜里掏出几十块钱 就递给那孩子 笑了 不管看他准不准 还是谢谢你的好意了 不过 这故人之子 我也不能说不管就不管吧 这样吧 你去问你爷爷一声 就说 葛家后人 现在有难了 他老爷子 管还是不管 如果他老爷子不管 那就 让葛家 绝了后爷吧 李叔的话 让我心中一动 不禁多看了 这画圈电影 听李叔的口气 似乎 这开店的人 还和我们葛家有关系 那死的孩子 却没接纳钱 抬头说 别拿这点小钱糊弄我 来一张红的 李叔一愣 苦笑着抽出一张一百的 递给那孩子 小东西 这才疲天疲天 进了屋 过了足足十多分钟之后 才出来 行了 你们两个进来吧 我跟李叔 这才总算是 进人家的门了 这家花圈店的 一楼是做买卖的 满屋子都是棺材 兽衣 还有花圈 让人感觉阴森森的 我和李叔 根本没在这儿多待 直接上到二楼 最后被那小孩 带进一间 黑区区的小屋子之中 小屋里特别简单 就一对桌椅 和一些日常用品 一个看起来 八十多岁 穿着黑色塘中的老头 正坐在火炕上看书呢 火炕是以前 北方常见的取暖设备 利用炉灶的烟气 通过抗体烟道 才暖的 人睡在上面呢 是热乎乎的 非常暖和 有些对老人 身体特别好 一看我和李叔进来了 老头子 当即放下手里书 扭过头 眸光熠熠地看着我 岁数虽然看着不小了 但是一双眼睛 却分外明亮 过了两久之后 他问道 你就是 葛中华的后人 葛中华是我爷爷 看来这老头子 应该是我爷爷那一辈的人了 我当即点了点头 老头的顿时 怅然一叹 可怜的孩子呀 一家人全都被那件事 搭进去了 只留下自个儿 孤苦伶仃地过 没想到 终究 还是躲不过这祸事 爷爷 你莫非知道 我家里的情况吗 我眼睛一亮 能告诉我 我家人到底是为什么出事的吗 老爷子摇里摇头 让我心中顿时失望透顶 过来 孩子 老爷子对我照了招手 说 让我帮你看看 我点了点头 虽然心中多多少少有些失望 他还是阴眼走了过去 坐在抗炎上 和老爷子面对面坐着 老爷子看着我的面色顿时大变 狠狠摆了一下 因为离得近 老爷子脸上神情变化 我尽收眼底 心里顿时咯噔了一下 连忙问他 难道 我真的没救了 老爷子没说话 一会儿点头 一会儿摇头的 最后连礼书都急了 不禁说 周剑辈 您倒是多少给句话呀 鸡胸难料啊 老爷子叹了口气 缓缓地说道 你们进来之前 我那孙儿啊 已经把他的命想和我说了 我那孙子看得对 也不对 这葛家小子 虽然饥饿功 晦气冲天 一副短命之相 但是他的地宫里面 却有一股黑气 阴隐压制那股晦气 吊住了他的命 给他留下了生机 也就是说 他应该暂时 是死不了的 除此之外 葛家小子 欺切功也隐隐发光 这说明 他非但死不了 怕是最近 还得取得一良配呀 只不过 让我捉摸不透的是 这命功里 若是透露出了生机 那必是遇了贵人 按说 应该隐隐散发 红光才对 可是 这各家小子散着的 却是黑气 以至于 这命功里的黑气 与那金恶功的晦气 都快混在一起了 要是不仔细看的话 还真分不出来 这是我那孙儿 没看出的原因所在 已经人脸上的金恶功 和命功距离太近了 说到这里 老爷子 轻轻闭上了眼睛 似乎在思考什么 我和李叔 也没好意思打断 只能在旁边 焦灼地等待着 过了足足将近 十多分钟 老爷子才终于 睁开眼睛 目光中 带着一丝 说不出的味道 轻声说道 果真是 因债缠身之相啊 能让各家小子 逢雄化吉的 他不是什么贵人 准确地说啊 甚至可以说 不是个人 如果不然 吊住他命功的那股气 不应该是黑色的 老爷子的说法 让我浑身已嘟嗦 嗨 各家小子 把你最近遇到的事情 都跟我说一下 老爷子 常常呼出一口气 轻声说 真是怪了 老夫看相看了几十年 却从来没见过 你这怪异的状态呀 当下 我就将自己 收到白臂刀以后 发生的事情 从前到后 跟老爷子说了一遍 老爷子 促起了眉 思索良久之后 再说 你给我写个字吧 我来给你 补上一挂 我写什么字呢 想到什么 就写什么 老爷子说 就写 你最先想到的一个字 我一想 我现在最想的 肯定是活下去 于是 沾沾茶杯的水 在桌子上 写下了一个活字 老爷子挑挑眉 没说什么 取出一把 类似龟甲一样的东西 撒在桌上 然后开始排步起来 他排步的时候 看起来很费力 不多时 脸上有些苍白 脑门上的汗水 也是滴滴答答的 不断地 往桌面上掉落 到最后 老爷子脸上 已经是一片惨白 毫无征兆地 张嘴挖地 喷出一口黑血 整个人摇摇欲坠 抬头 不敢置信地 看着我 有气无力地说 生死难断 吉凶难料 地狱不熟 菩萨不渡啊 抬头看不见生路 再回首 身后 一无贿赂 小子 你到底招惹了 什么东西啊 说完 老爷子眼睛一翻 直接昏迷了过去 您刚才听到的是 长篇恐怖悬疑小说 摸金天师 又名活人回避 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 请关注新浪微博 喜马拉雅账号 以及微信公众平台 有声的紫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